一名男子在騎乘機車時因為安全帽沒有扣好遭遠景攔查 但在警方攔查之後發現該名男子居然是護照駕駛 原來夜姓男子先前因為酒駕遭到吊銷駕照 在今年6月無照駕駛被一名中性女警開單 但在兩個月過後二度無照駕駛遭到警方開單 而夜姓男子遭警方開單之後 在社交軟體留言恐嚇說要包圍派出所 然後又在臉書貼文說要對中性女警不利 中性女警為了維護自身權益決定向她提告 而夜姓男子事後還找來民意代表到派出所關心 如果堅持不再告就會包圍派出所逼分局調走這名女警 目前田新議員及鄉民代表都否認關說 而夜姓男子雖然已經把貼文下架 但相關事證早已被留存 目前本分局正在全力協助該通人 來全力的積極維權提告中 由於該名男子違規在先被開單之後不服 甚至恐嚇執法援警情結重大 現在要面對的恐怕不是只有罰單 原始新聞雜路被花蓮秀琳採訪報導